位于中缅边界的清水河地处中国瓦邦和国杆三地交界 地理位置十分敏感 那我们的记者在前方就发现缅甸政府军在明宅楼顶架起了大炮和瓦邦进行对峙 而中方也在边界加强了戒备 站在边境线的高处眺望缅甸 我们赫然发现对岸一栋明宅的楼顶驻守着缅甸政府军士兵 当地人说他们曾亲眼目睹缅军在楼上架设四门火炮 炮口正对瓦邦方向 尽管这是缅甸政府军和瓦邦之间的对峙 但只有一桥之隔的中国也在射程范围 站在不足十米宽的界河边 甚至能清晰地看到缅军士兵的身影 而十天前 缅军于果敢军交战时飞来的榴弹 留下的大量弹孔和造成的伤亡 仍然令当地老百姓心有余悸 战争阴影下清水河的居民大多已经撤离 留守当地的民众也收到通知 一旦听到枪声就立刻到附近的安置点暂闭 与此同时中国边防部队也增派兵力 加强戒备防止战火蔓延 凤凰卫视和润风杜伟安来自清水河的报道